好 中秋节连续假期呢 玉里以及副里是出现了大批的人车潮 玉里警分局为了要维护交通之外 才刚刚调派到玉里分局的分局长温金星 在交通组长陈伟杰的陪同之下呢 前往人潮地方向游客宣导防疫的规定 不要轻忽了防疫 中秋节连续假期玉里副里出现大批的旅游人潮 玉里警分局除了维护交通之外 才刚刚调派到玉里分局的分局长温金星 在交通组长陈伟杰陪同之下 与各分驻派出所远景一同手持文宣 宣导品前往各风景区 观光顺地 餐厅等容易聚集人潮地方 向游客宣导防疫的规定 希望游客开心出游之际 也不要轻忽防疫 今天还是二级警戒啦 现在是公车连降 然后出来的话在户外要记得佩戴口罩 他跟民众不保持续续续 而迎面造成防疫的过程 中秋节连续四天 南区三乡镇涌入了大批的人潮 包含了两座的金针山 南岸破坡等风景区 加上特色小吃臭豆腐 玉里面店都吸引游客前来朝圣观光 这次中秋连假更是防疫降为二级以来的第一个连续假期 本局希望透过宣导让民众能够真正落实防疫降低感染的风险 记者高松松玉镇采访报道 内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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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内衷 雨